也不知道娱乐圈最近这两天是怎么了 格外的热闹 一个又一个的瓜皆窘而至 看得吃瓜群众大为过瘾 话不多说 一起来看看最新的八个大瓜吧 1.狗仔抱一线小话恋情 称全国人民都认识 11月3日知名狗仔刘大锤发文 称要在第二天中午12点半 放出一个大瓜 并提示是一线小话 全国人民都认识 此话一出 瞬间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好奇心 大家纷纷开始猜测 一线小话是谁 杨子 关小彤 周东宇 滴滴热巴等一众当红小话 纷纷躺枪 结果刘大锤爆出的瓜是欧阳娜娜 据悉前段时间宅子路前往欧阳娜娜家 一去就是好几天 女方出去工作 期间男方一直待在家 偶尔光着膀子出门倒垃圾 而且欧阳娜娜还叫宅子路老公 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不少网友都坐不住了 质疑起狗仔的能力 认为欧阳娜娜算不上是一线小花 更别提全国人民都认识了 也有网友深度吃瓜 扒了两个人的过往 原来他们曾经合作过 一杠四杠三 有人分析称 一四三的意思就是 I love you 也就是我爱你 简单介绍一下 本次事件的两位当事人 欧阳娜娜曾经出演过 北京爱情故事 是上先生等剧 因为加油陆小葵 你清醒一点 等梗 那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 但说全国人民都认识 真是过誉了 相比之下 宅子路的名气要低一些 他曾经出演过全职高手 余生请多指教 傅流年等剧 却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 一四恋情被曝光之后 越来越多的细节被拔出 比如在傅流年里面 宅子路和行妃是男女主 他俩还有了请你超话 而欧阳娜娜居然看过这个超话 因此被网友调侃为 正派女友茶岗 更有趣的是 欧阳娜娜和陈飞宇 曾经传出绯闻 如今陈飞宇新剧点燃我 温暖你刚开播 热搜自然少不了 欧阳娜娜恋情出来之后 几个热搜被官方放在一起 还挺有意思的 二 网传 陆涵 关小彤 已领证 可能过年官宣 11月4日 一张聊天记录 在网上疯传 引起网友的热议 从聊天内容来看 一个网友称自己的姐姐 在娱乐圈做宣发 透露陆涵领证了 可能过年就会官宣 说起来 陆涵 官宣恋情已经过去五年了 官宣之后 她和关小彤都很低调 只是双方生日的时候互动一下 但是私下狗仔偷拍称 二人感情稳定 所以他俩结婚也是在意料之中 实际上 他俩从公开之后 就话题不断 有人说分手 有人说结婚 各种生意都有 不过呢 单凭一张聊天记录 不是很有说服力 还是等本人回应吧 三 杨颖 任佳伦粉丝 由任佳伦 杨颖主演的 《暮色新约》 从开拍以来就备受争议 关于男女主的 翻位问题 被激烈讨论 起初 因为双方粉丝都在争一番 两位都是当红流量明星 弄得官博都不敢下场 宣布翻位了 这时呢 导演发文宣传 从at顺序来看 透露了 任佳伦是一番的事实 导演出场之后 官博这才有了动静 从官宣文案来看 明显任佳伦是一番 这一下 杨颖粉丝不干了 就翻位问题 跑到工作室留言 嘲笑工作室没用 任佳伦是胡咔 除了杨颖工作室 被粉丝谩码 还有贾世凯 也是被遭受到了吐槽 他是杨颖所在公司背后的老板 由于二番杨颖粉丝极度不满 都质问贾世凯在干嘛 随后呢 贾世凯在朋友圈发文 真的好烦 疑似是回应粉丝四番现状 这边杨颖粉丝被翻位气得不行 那边任佳伦拿下一番 粉丝都在庆祝 双方曾因翻位的问题 吵得不可开交 如今呢 结局已定 看到任佳伦一番之后 那粉丝立刻做了一番的 图片庆祝 次唐烟被粉丝喊话退圈 无独有偶 唐烟的情况与杨颖的事情相似 都是粉丝对翻位不满 事情是这样的 电视剧繁花官宣阵容 从顺序来看 胡歌一番 马依丽二番 唐烟三番 唐烟与罗靖结婚生女之后 他一心放在家庭上 已经三年为禁组了 这令事业粉十分着急 好不容易等来新剧 结果居然是三番 一些粉丝非常不满 甚至喊话唐烟退圈 在家做好小交期 甚至还有偏激的粉丝 祈祷罗靖出轨 那样唐烟就能够出来工作 搞事业了 这也太回三关了 让人一时分不清 是事业粉还是黑粉 其实关于不复工 唐烟早就在采访中回应 称工作当然重要 但是也要把一部分时间 放在家庭上 他表示不想错过 小孩的成长 显然唐烟选择了顾家 既然是粉丝 还是希望能够尊重他的选择吧 再说了 繁华是王家卫导演的作品 即使是三番 这个资源也已经很好了 五知名导演被爆 有私生子徐征躺枪 近日有人爆料称 某个知名导演塌房了 有私生子 并列出了几点提示 该导演是演员转型 自编自导很成功 老婆也很有名 实话实说 这个指向性太明显了 国内演员转型导演 还成功的并不多 对此网友们都猜测是徐征 因为徐征是演员 也是导演 曾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 自编自导自演太炅 老婆桃红也是明星 无论哪个方面都符合要求 也难怪网友这么猜测 但是猜测归猜测 并不能够定性 毕竟爆料者也没拿出相关证据 另一边 徐征老婆桃红也摊上事了 他目前卷入张庭听证会案件当中 也是挺一言难尽的 6.于正在发文 否认封杀 郭珍妮 11月4日 于正发长文 趁他和郭珍妮合作 美人天下的时候很愉快 否认封杀 郭珍妮 此外呢 于正自宝目前正在隔离 很闲 难怪他这几天总是发文 点评了很多明星 比如说挖掘罗静 是因为他长得有点像自己 以及暗讽袁杉杉 忘恩负义 不懂感恩 还有吐槽 邓卫装 傲慢 耍大牌等等 7.宋言飞否认劈腿 也狗仔爆料宋言飞 张一山分手内幕 称是因为两个人都爱玩 彼此缺乏信任 在他们恋爱期间 宋言飞还在和一个 顶流弟弟约会 言下之意 是说宋言飞劈腿 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 宋言飞工作室火速辟谣 否认网传内容 并晒出行程截图 称19年春节 是在工作当中度过的 没去过三亚 说到张一山宋言飞的恋情 两个人大概谈了三年 十分低调 一直没有官宣 要不是被狗仔拍到 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他俩家网过 令人意外的是 在一起的时候没官宣 分手了却官宣了 虽然分手原因没有说明 但是既然分开 就各自安好吧 8.何鸿杉 吴希泽 疑似是恋情曝光 有媒体拍到 吴希泽与何鸿杉 一前一后 入住同一家酒店 二人见面 相谈甚欢 之后呢 何鸿杉出去做核酸 陪同他的是 吴希泽的助理 见此情景 一众网友猜测 两人恋爱了 另外之前 二人就被拍到 同框过 当时男方还 搂着女方的肩膀 何鸿杉比 吴希泽大九岁 不过他是娃娃脸 又保养得好 所以看不出年龄差 他们因如梦令结缘 横红山出演过 匆匆那一年 如一传等剧 吴希泽代表作品 有流星花园 一闪一闪亮晶晶 整体来说 娱乐圈这两天的瓜挺多的 这八个瓜 各有各的故事 每个都让人出乎意料